这两天感冒好一点 然后呢也看了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和最近的新闻 那么刚刚有两个朋友的留言 我特别在意 一个说这个尾巴冲突爆发了以后 是不是意味着台海危机的爆发也接近了 我的回答很简单 就一个字 是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 有吸引火力的搅乱这个世界局势的 对习胖来说都是好消息 第二个是电报群的一个朋友 提的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习胖 这个11月份有可能去旧金山开会 我们知道10月份 他应该是在家等这个普京的 那么一个呢 是他说他有可能来开会 他没有完全拒绝 第二个呢 是这个 有一个非常 有一个非常蹊跃的事 大家很难理解 每一看有点打了磕吧 怎么回事呢 美国国会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这个苏默 访华 那么习近平又重申 这个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千个理由 是吧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 那么你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总觉得有点犯迷惑 是吧 一边 我们看到的信息是 不仅他已经下达了 对台湾进行攻击的这种决心 其实这个决定对他来说 早就已经做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 他也挑动了 其他势力在这个世界上 三风点虎 来搞乱 西方国家的后院 先把尾巴这个火药桶点燃 甚至有人 这个提出 有可能还会有两个火药桶 一个是朝鲜办的 一个是 科索 这都是长期以来 人们关注比较多的 这个 热点地区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他还要提出跟美国搞好关系呢 其实他是基于 对中美交往过程中 曾经发生的历史 他认为可以拿来借鉴 那比如说 韩战爆发以前 大家应该知道 多了是曾经明确的表态 是吧 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不持任何意见 有了他这句话 蒋介石才会在菲律宾寻求购买土地 建立流亡政府 这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 那么紧接着在 中美建交以后 他每一次强调 台湾问题是他的核心利益 美国人都睁个眼闭个眼 基本上来说是 自说自话 实际上在台海之间 不仅是两岸 事实上在各自表述 中美之间也是在各自表述 中国人听到的都是 中美联合公报 是吧 但是作为美国人来说 他后面还有六项保证 他把台湾是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的 即便当年蒋介石政府认为是一种屈辱 但事实上 包括联合国决议都没有定义 台湾不能单独进入联合国 只不过是蒋介石好面子 是吧 干脆退群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习胖一直认为 他即便打了台湾 这个世界对他的制裁 不会有人们预测中的那么大 这是一场内战 就他认知里面 这是一场内战 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 必须要先统一自己的祖国 然后才能 昂首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二战前的德国 二战前的德国 不停地把自己的触手伸出去 让德一战人站在一起 他们要搞第三帝国 也是一个号称千连不灭的国家 习胖今天的做法 跟二战前的德国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他在版图上画了 34个行政区 唯一没有实际控制的 就剩下一个台湾了 对他来说 怎么可能让地图上 长期标注的国土 独立于他的管理之外呢 他又非常希望 美国人能睁个眼闭个眼 抗议制裁 然后做做样子 就算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它会继续对你开放 我前面的所有调整 不是为了跟你断绝来往 而是为了统一对外交往 收回利润 完全归中央支配 是我一个内政的调整 他希望美国人能理解这一点 不是针对美国的 而是针对国内的各个利益阶层 他希望让美国来自西方世界 能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他不是不要发展 也不是要跟你作对 他只是在内部进行调整 调整分两个阶段 第一 统一内部所有的力量 包括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 就出卖中国的劳动力和 中国的资源换取的回报 要完全由中央来掌控 不再由过去的权贵家族 所谓的二百个 这个也好 说说说一两千个这个权贵家族也好 不应该是由他们来支配 而应该由国家 其实就是他 政绩国家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调整 第二个调整 就是把所有的国土 归于他的管辖之下 对他来说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你美国人能够理解 最好 咱们和平共处 是吧 包括制定今后的国际规则 只要你愿意让我参与进来 咱这个游戏还有得完 我也不是想说要做全球老大 这个目前我也没这个能力 其实他个人也没有这个想法 他只是说你要倾听中国的声音 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强大了 那么即便你不能容忍 那你认为我是在侵略 可以你骂两句 短期的制裁我也能接受 我现在反正跟俄罗斯走得比较近 能源上沙特不卖给我有 无所谓 我有俄罗斯石油 是吧 你暂时不买我的东西也没关系 我也能扛 因为我现在整个的这个调整 到最后 一个是压缩内需 第二个呢 扩大于俄罗斯 以及他所认为 有可能保持经贸来往的 这些国家的贸易 包括东盟 包括俄罗斯 包括伊朗 就中东地区阿拉伯地区 欧洲即便不要他的这个产品 他问题也不大 因为短期内 民众会把 遇到的问题 在中共宣传部门的这个调度之下 都 统一到一点上 西方惧怕中国的崛起 所以打压中国 靠这个东西 他在内部的维持 一两年不是问题 而他根本就不认为 你的制裁会超过两年 因为 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世界需要他 就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他 就如同八九六四以后 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只维持了一年多 八九年 六月四号 到九一年 外资大举进入中国 一共一年半 这个中间 第一个 在西方阵营中跳出来的 实际上是法国 就你的联盟 不是铁板一块 那么资金进入中国最多的 或者说最快的 以国家队性质进来的 不是人们印象中的 像香港这样的资金 而是来自日本的 正好赶上一个日本 日元溢出的时代 他认为今天也是一样 他没有认为 他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经常能看到的 这个 习胖不停的在强调全球化 高举全球化的大旗 始终强调跟美国 有一千个理由 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 其实都是基于 他这个想法 这是相当顽固的一个认知 而且 在中国的领导层中间 就在这帮 老男人中间 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